男子爬進櫃台 蹲著身子打開抽屜 再打開收銀機 把所有紙鈔拿走 要離開 他沒來得及關起收銀機跟抽屜 就是因為在他打開收銀機時 收銀機發出聲響 被正在釣魚的女顧客察覺 女顧客往後看 沒有人怎麼收銀機會想 要男顧客過去看看 男顧客靠近 男子趕緊爬回廚房 偷竊 馬上被發現 我有看他按住 然後打開 我們這邊只要打開就會有噹一聲 我們那個時間我們就是會去後面忙碌 就是要直接放下 他至少拿得快忘 帳也沒結 這名男子中午12點就來到了釣蝦場 是店內的常客 一直待到晚間快8點 看到老闆娘到後廠放下 他先假裝拿抹布要到廚房清洗 把廚房後門打開 再用爬的爬到櫃台 透界過程僅僅40秒 因為之前頻頻赦帳 加上故意把車子停在廚房後門 已經讓老闆娘特別小心 沒想到常客變小偷 因為手指坐席跟放晴的地點 趁機省切 先進來把我這個障礙屋移掉了 但是我這裡有貼這個 然後我這裡還有一個鎖 這裡打不開啊 所以他知道我有後門 直接開來的時候 他就有把車子停在後面 那我就有問他說 那麼熱應該停在屋檐下 會比較不會那麼熱 我已經觀察他好幾個月了 他就是這幾個月來 他都會把那個車子停在後面 這名常客112年 還穿著這一間釣蝦場的衣服 參加釣蝦比賽得到冠軍 自己把照片跟獎杯放在店內 現在偷竊固程全都錄 自己帶來的吊具也來不及拿走 警方馬上得知竊賊身分 花了好幾個月車花的竊案 因為是熟客又有監視器 很快就能破案 東森新聞吳欣梅在這裏報導